台北捷運公司去年實行公益元年 凌選機油同仁前往台東縣及花蓮縣五所國校 分享成長經驗 員工更發揮自身專業 協助學校空調水電管線檢修 且邀請師生北上體驗北捷之旅 我們的創新的做法是說 是用我們原住民的同仁們的機油員工的母校 來回母校來分享他們成長跟成功的經驗 這是跟人家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呢 我們提供了我們的舞台 讓偏鄉的孩子們有可以表演的地方 也讓偏鄉的小農們或是一些文創的人員 在我們台北捷運公司裡面 130個車站跟廣場裡面 可以幫助他們展送他們的產品 發揮他們表演的天分 這是我們對外來說 是希望能達到這個效果 對你來講非常重要 我們要擰聚所有同仁的向心力 發揮他們的愛心 來善盡這個社會責任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一樣 我們去年是五家 國小今天會增加了台中跟宜蘭兩個國小 繼續延續我們去年的活動 第二個呢 我們在暑期呢 會召開了一項這個 所謂的英語資訊營 就是說我們在裡面的領選 具備英語跟資訊的專業同仁 讓他們在暑假的時候去陪陪孩子們 教他們英文跟資訊 今年公益列車再度啟動 將到宜蘭縣及台中市 規劃讓原住民學童 學習透過網頁或手機APP 用英文為觀光客 介紹自己部落的文化特色 為原鄉孩童盡一份心力 記者溫宇俊 台北報導